为什么两千多年的时间里,会有那么多人相信西方极乐世界的存在? 难道真的有人亲眼献过西方极乐世界吗? 释迦摩尼在涅槃前曾侵传能让普通人,亲眼看到西方极乐世界名叫十六观的法门, 以此来证明西方极乐世界是真实存在的,是可以真真实实地看到的。 今天和大家分享佛祖亲传的法门十六观,佛家认为有一个比天道更美好的地方,西方极乐世界。 但问题在于佛祖说的实在是太玄幻了,我们普通人根本就没有见到过西方极乐世界,那我们又怎么能相信它的存在呢? 因此,释迦摩尼就在佛说《观无量寿经》这部经书中,留下了能让咱们普通人通过修炼,可以亲眼看到西方极乐世界的方法。 这部经书主要写的是一个故事,经文的开篇依旧是《如是我闻》,意思就是说经文里的内容都是佛亲口所述, 然后有弟子记录下来真实发生在佛身边的故事。 《如是我闻》和紫约是一个意思,就是真实的口头记载。 佛经上是这样说的,一时佛在王舍城《骑舍绝山》中,与两千五百人聚,菩萨三万两千,文书施历法王子而未上手。 这个骑舍绝山就是我们常说的灵鹫山。 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,当时有一千二百名阿罗汉和三万两千位菩萨, 举在灵鹫山聆听释迦摩尼传授佛法,阿罗汉皆身心六根清净,无明烦恼一断,死后正入涅槃,永托生死轮回。 菩萨就更厉害了,他们继续修行,将来是要成佛的。 咱们提到过,佛的各种神通,天眼通,他行通等神通,佛是有各种神通的。 这些阿罗汉和菩萨同样有各种神通,那么这魔多阿罗汉和菩萨居然可以同时在世。 而我们现在,魏师魔却不能看到一个会神通的高僧大德呢? 那么这本经书中,佛祖就给出了答案。 佛祖在世时,由于佛降临尘世,佛是拥有神通和法力的。 所以,2500年前,释迦牟尼在世的时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。 在佛力的加持下,很多人是可以轻易地完成阿罗汉和菩萨这样修为的果位。 佛经理就这样记载一个普通人,在佛的法力的加持之下,是如何突然之间一下就证悟的。 但是我们现在并没有佛法的加持,所以我们只能靠自己去修行。 并且,释迦牟尼还在《法灭尽经》中预言了,在他涅槃之后呢,未来的佛法将会越来越弱,甚至连一个字可能都不会留下。 所以,我们如今就是说,很少有那种有修为的高僧大德。 好了,咱们继续回到佛经的故事当中,当释迦牟尼在灵鹫山讲说佛法的时候,却在灵鹫山不远的皇宫中发生了一场政变。 当时王舍成的太子阿舍是要杀害他的父王,贫婆梭罗王,于是太子就派人把国王抓了起来。 这个王舍成就是佛教的圣地之一,是释迦牟尼涅槃前长期居住修行的地方。 也为释迦牟尼在世时,佛法包括教义都是通过如是我闻这样口头相传的,但随着时间的推移。 人们的记忆渐渐地开始模糊,对经文和教义的内容开始有了不同的说法。 于是呢,就在释迦牟尼涅槃之后,就在这里举行了第一次佛教的大集结。 后面佛教呢,又经过很多次的集结,但每一次的集结并不能统一佛教的经文或者是教义, 反而是加速了佛教的分裂,逐渐地就形成了不同的门派和派系。 和伊斯兰教、基督教、印度教、道教相比啊,佛教可以被认为是派系最多的宗教。 好,我们回到故事中来。 被抓的国王呢,就被幽禁在七重室内,太子下令所有人都不得与国王接触,不许给他吃的,想让国王慢慢饿死。 可是王后围体和大王夫妻情深,于是,他就在沐浴之后,把蜂蜜和面粉涂在身上,把葡萄酒藏在自己的首饰里面,偷偷地去探视国王,并将蜂蜜和面粉从身上刮下来,喂给饥饿的国王吃。 但是,国王进食富宝之后,感到内心无骨杂陈,也为自己的儿子居然想要杀自己,这让他无比的烦恼。 于是,国王恭敬地双手合十,向灵鹫山方向五体投地,向释迦蒙尼佛祈祷,大目间连是无亲友,愿行慈悲受我八戒。 意思就是说,佛呀,我现在真的太痛苦了,你的大弟子木间连是我的好友,请您发慈悲,让他用佛法来解脱我吧。 接下来神奇的一幕就发生了,正当国王祈祷之时,他的亲友大目间连用天耳通,聆听到了国王的祈祷,立刻使用神通来到了国王的面前。 不仅如此,佛祖还派遣了另一个弟子,擅长讲佛法的佛罗那尊者,一同来为国王讲经说法,祝他解除烦恼。 这些听起来就像是一个神话,但是佛家却说,这些神通是实实在在发生在我们这个世界的历史故事。 那么就这样过了二十一天,国王不但没有饿死,而且在吃了皇后送来的食物,听取了佛罗那尊者的佛法之后,面色反而变得更加的和谐愉快。 全力一往膨胀的太子,听说国王并没有被饿死,愤怒地指责王后,我母是贼,与贼未办,杀门恶人,换获咒术,今次恶亡,多日不死。 随后便拔出宝剑,准备杀死自己的母亲,还好此时太子被两个大臣劝住才收手,她命令那官将自己的母亲囚禁在深宫之中,永远不能踏足半步。 被囚禁的皇后深感无奈和苦恼,便面向远远的灵鹫山方向向佛祖祈祷,如来世尊在息之时,浅阿南来慰问我。 我今忧愁,世尊微重,无忧得见,愿遣牧连尊者阿南与我相见。 意思也就是说,之前您派遣阿南来为我讲经,现在我忧愁烦恼,不敢奢求能够见到世尊您本人。 但是我真心地祈祷您,能够派遣你的弟子大目尖连和阿南陀两位尊者来与我相见,用您的佛法来拯救我吧。 说完他就流泪悲涕,向佛下礼,就在他还没有抬头的瞬间,远在灵鹫山的释迦牟尼佛,知道了他的心愿,便和大目尖连和阿南陀两位尊者,使用神通出现在了他的面前。 皇后抬头看到释迦牟尼佛,紫金色的身体坐在百宝莲花上,大目尖连在左侧,阿南在右侧,接下来今天的重点就来了。 皇后跪在地上,嚎啕大哭,哀求佛祖,世尊我素何罪生死恶子,世尊父有何等姻缘,与提婆达多共为倦属, 唯愿世尊为我广说无忧恼处,我当往生,不乐言福体着恶是也,此着恶是地狱,恶鬼畜生盈满,多不善局,愿我未来不闻恶声,不见恶人。 今向世尊无体投地求哀忏悔,唯愿佛丽教我关于清净夜处,大义是佛陀呀,我到底犯了什么罪过? 生下这么恶劣的孩子,我希望佛陀帮助我远离这个污浊的世界,恳求佛陀指点前往清净。 杀土的方法,当佛陀听完皇后的祈祷之后,立刻就从佛的眉眼之间放出了万丈的光芒, 这个光芒的叫做白豪光,它能破世间一切无明,照万八千世界,下至阿比地狱,上至阿加尼乍天, 犹如螺旋,鲜白光景,疑似珍珠,如日中正能放光明,称为白豪光。 也就是说,这个光不仅能照亮我们这个娑婆的世界,还能把其他佛创造的所有佛的世界全部照亮。 最后这道光又聚回到佛顶,变成了一个金台,这个金台就像立体投影仪,投影出了一个类似须民山的景象, 向往后展示了各种各样佛国的景象。 这些佛国跟我们这个娑婆的世界完全不一样,有的佛国富丽堂皇,有的香气喷鼻,有的快乐自在。 各种各样的佛国,实际上模拟通过神通,让王后和周围的宫女侍从全部目睹了这一美景, 这一下把所有的人都叫坏了,纷纷跪地鼎礼膜拜,从此对佛教深信不疑。 与此同时,在佛的神通的加持之下,被囚禁在牢房里面的国王也感受到了佛的光芒,心灵受到了洗礼。 便立刻从一个凡人变成了阿罗汉的国位,立刻进入到了出禅的境界。 在这之前,我们曾经说过,现在我们苦心修行一生可能都无法达到的这种出禅的境界。 就是因为在佛祖法力的加持之下,修行者会立刻进入这种出禅的境界。 这也说明2500年前是修行最方便的时候,当王后看到许多佛国的景象之后, 他决定向释迦牟尼请教,如何去往阿弥陀佛所创造的西方极乐世界。 佛祖就说,前往西方极乐世界其实非常的简单,只需要做三件事情。 第一就是要行善积德广修福报,第二就是要遵守佛家的教义,不违反佛家的戒律。 佛家对于在寺庙进行修行的出家人来说,佛家的戒律确实非常多,非常严格。 但对于在家修行的普通人来说,佛家的戒律其实并不过分,完全是能够接受的。 第三呢,便是你要发自内心坚信西方极乐世界的存在。 就像我们之前说的那样,只要内心真诚,即便是只念十生阿弥陀佛,仍然可以达到西方极乐世界。 但是对于咱们普通人来说,根本不相信西方极乐世界的存在。 我们又怎么能够成心呢? 王后和她的随从在佛法的加持之下呢? 她们看到了西方极乐世界,所以说她们对西方极乐世界是深信不疑的。 而我们又没有佛法的加持,我们也没有看到过。 所以我们怎么相信呢? 妙的就是,王后也向佛陀问了同样的问题。 她就这样问佛陀, 世尊,如我令者,以佛利固,建筆国土。 若佛灭后,诸众生等,着恶不善,无苦所逼。 云和荡现阿弥陀佛极乐世界。 佛祖像我们现在这样依靠你的佛法的法力加持之下, 我们亲眼目睹了西方极乐世界的存在。 但是佛祖灭渡之后,那云云众生善恶不分受尽磨难。 他们见不到西方极乐世界,又怎么会相信阿弥陀佛的西方极乐世界呢? 然后佛祖就说, 你说的这一点我早已经遇见到了。 在未来的末法时代,佛法将会逐渐衰落。 所以我现在向你们传授十六个特别的法门, 你们一定要把这十六个法门好好揣下去。 将来的众生只要按照这个法门好好地去修炼, 即便是不能在佛祖神力的加持之下, 他们自己也可以亲眼看见西方极乐世界。 这个法门就叫做十六观。 十六观其实就是佛家所说的观想和禅定非常的相似。 简单来说就是, 只要你尽心坐下来, 想象西方极乐世界中的阿弥陀佛和极乐世界的风景, 那么这些画面就会出现在你的脑海中。 佛祖说只要你诚心, 则一定能像故事中的王后一样亲眼看到西方极乐世界。 那我们就会问了, 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西方极乐世界, 如何想象呢? 我们又怎么能知道我们想象的画面? 它就是西方极乐世界, 这不科学啊。 不过这就是佛教的神迹之处了。 佛家说这不是不科学, 只是现在科学暂时还不能解释而已。 咱们详细讲这十六观应该怎么观, 应该怎么做之前, 我们先探讨一下佛家为是魔术, 凭空想象极乐世界是可以实现的。 佛家有这么一句话, 诸佛如来是法境, 深入一切众生心象中, 这意味着无论是哪个佛, 他们都是法身, 他们都是无形无状, 存在于每一个佛国, 每一个佛度中, 佛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,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佛性, 有神通的, 是可以和阿弥陀佛进行心灵感应的。 可是在我们这个娑婆的世界中, 我们的佛性被妄想和执念所遮蔽, 变成了凡夫俗子, 而无法实现心灵感应。 因此, 佛教通过十六观的方法, 让我们静心去除妄想与执念, 让我们的佛性显现出来, 从而能够看到西方极乐世界, 要明白十六观并不是让我们越学越多, 而是要通过这十六个方法, 不断地去除我们的妄想和执念, 达到无为之境, 回到最本真的自我, 这跟老子的无为日益, 为道日损的理念极为相似, 老子的意思是要我们对学问的追求, 不断地增扎, 对道的追求则是通过去除执念, 减少我们自己的欲望, 最终回归本真, 这一点佛家和道家的观念是一致的。 那现在我们就开始讲第一观日向, 佛经中提到大部分的生命都拥有眼睛, 看过太阳, 因此第一步就是面膝身坐, 专注于想象一颗太阳悬挂在半空中, 想要落下又永远不会落下, 最重要的是要让心念定在这个影像上, 当然很有可能会有很多的念头冒出来, 比如说美女啊晚饭的工作啊等等, 这些都很正常, 也不必自责, 我们可以把这些杂念看作是猴子思维, 不要试图把它们扫除, 否则它们反而会更加自扰你, 正确的做法就是让这些杂念存在, 和它们和平共处, 但尽可能让心念留在太阳的影像上, 这和正念冥想的方法非常的相似, 练习这个技巧, 渐渐的杂念就会减少, 太阳的影像就会越来越清晰, 这就是日向的关卡, 虽然听起来非常简单, 但需要长期的练习, 不要小看敌观的难度, 开始观察时想象太阳落下这个画面, 可能都很难出现, 更别说一直保持这个画面, 但是通过练习, 我们要做到无论是睁开眼, 还是闭上眼, 不管做什么, 心中仍然保持太阳这个影像, 这就是真正的做到了日观的境界, 除此之外, 佛学家南怀锦先生也提到, 千万不要小看敌观日向, 即便是在这个关卡, 有时候也会出现一些小小的神通, 很多修炼者表示, 他们在敌观时就能够遇见未来的事情, 能够看到很久以前的事情, 甚至是上一世的事情, 但是南怀锦先生多次强调, 千万不要执迷于这些小小的神通, 因为你如果专注于这些小神通, 就会忘记自己最终的目的, 进行更深层次的观想, 观想到西方极乐世界, 当然如果你不相信西方极乐世界, 你也可以去尝试一下, 用第一关来验证一下, 是否真的有神通, 虽然日向是最初级的观想方法, 但也是最难的一关, 那么第二关就是观水, 就是观想西方极乐世界的水, 就是闭上眼睛, 去想西方极乐世界的水, 第三关是观西方极乐世界的大地, 第十关则是观西方极乐世界的宝树等等, 只有通过这些关卡, 不断地想象西方极乐世界的景象, 才能真正地达到日向的境界, 日向关卡不仅能够让你亲眼见证, 西方极乐世界的存在, 也可能是打开其他神秘世界的通用法门, 就是我们世界上各大宗派, 对于光都有着强烈的追求, 很多人认为, 观日观久之后, 就会引发本性的光明, 这种光可能就是佛家所说的佛性, 无论是佛教到叫基督教, 你都会发现几乎所有的宗教, 对光都特别的着迷, 因此练习日观, 不仅仅是能够看到西方极乐世界的方法, 也可能是探索其他秘密世界的关键, 如果你有兴趣, 可以去尝试一下, 最后我再强调一点, 视频中讲的这些法门也好, 西方极乐世界也好, 这些都是佛家佛经上的内容, 是佛教的一个中心概念, 是被广泛认知和信仰的, 对于文化和信仰,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, 我们也需要根据自己的信仰和认知, 自己来判断, 无论如何, 我们都应该尊重不同的文化和信仰, 保持开放包容的态度, 好了,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, 喜欢心灵禅运的视频, 记得点赞收藏加关注, 咱们下期再见。 明天就会有关注的文化, 有关注的文化, 我们下期再见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